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本港医疗体系是否可以承受 他不想再出现去年年初第五波高峰时的情况 有信心今年第一季解决所有问题 至于香港和内地检疫通关实施超过一个星期 李家超认为安全 有罪和畅信 完全符合预期 至于什么时候第二阶段通关 他说自己都很心急 一定不会令市民失望 能够给多一点点惊喜 特区每日和内地政府接触 相信对方也都希望尽快开启第二阶段 但考虑到和世界接轨和符合香港本身抗疫措施 需要时间作出平衡 被问到需不需要仿后澳门 限制抗疫相关药物 例如是止痛退消药离境的数量 李家超说一向鼓励 尽量不轻易动用法律手段 无线电视记者 蓝军瑞报道 因应农历新年之前高铁车票供不认求 当局宣布即日开签 去到今个月29日 可供发售车票增加4000张 去到每日14000张 不过部分日子去广州的车票已经买完 或者只剩下后補车票 高铁西九龙站早上6点开门 因应农历新年之前的车票增加 站里面7点多已经有不少人排队 都好 如果不加都买不到 应该就不够了 正常 为什么 如果够的话 个个都买到 有些煤肤都没买到 之前有截截达的 给自己带去玩难 如果有截截达的乡下就好 截截到不用住车 我现在要回去新顺鑄 不过就算加了车票都未必须利买到 有市民发现在自在售票机 和柜位的售票情况不一样 一时自在售票机显示没有票 而柜位就有 要买票就要两边走 现在那里买 暂时没有票 即是 那个 不据了解这种情况有机会是由于 临时增加可供出售的车票 多个发售渠道未能同步更新买票的情况 自至早10点 明天至22号大年初一 已前往广州的车票最抢手 无论是内地12306还是港铁网站 都显示去广州的大部分班次只剩下后補车票 年28和年29分别去广州南和广州东的班次已经受刑 无线电视记者 黎卫尔报道 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 是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 而出生人口就是第一次跌破1000万 中国是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底全国人口大约是14亿1100万人 比2021年底减少了85万人 全年只有956万名BB出生 首次跌破1000万 出生率是千分之6.77 而死亡人数增加27万 增加至1041万 死亡率千分之7.37 官方早前公布 由去年年底到现在 有近6万人染疫系医院身亡 在国统局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 去年12月的死亡人口 和前年同期有什么差异 国家统计局说暂时未有数据 那么10年期间 它是用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 再加一些定向的人员的追踪 那么取得了一些参数 再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 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 那么在非普查年份 这个我们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0点 是每年的11月1号的零点 所以你刚才想需要的这个数据 我这里暂时还没有 中国人口学会认为 现时是生育主导营负增长 有别于历史上多次的死亡主导营负增长 解决难度更加大 又说近年生育率持续低迷 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 比原先预计的提早了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宏报导 内地去年经济增长好过市场预期 分析相信今年内地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 面对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内地去年的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 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过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3% 高过市场预期2.7% 单看去年第四季过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2.9% 按归就持平 同样都好过市场预期 各项主要的经济数据都是好过预期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跌幅放缓 去年12月按年跌1.8% 较11月回落4.1个百分点 全年计下跌0.2% 工业增加值按年的升幅放缓至1.3% 全年计上升3.6% 去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增幅5.1% 国家统计局相信内地经济整体行好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世界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上升 国内经济恢复基础 尚不牢固 但是我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 生活秩序的恢复 都将给我们阿里亚三年的经济增长 创造更好的条件 有分析就认为随着内地放宽防疫限制 金融经济增长有望提速 其实中国这方面服务业的占比 其实都是超到五成是高于製造业这方面 所以我们觉得看回今年如果你看到服务业 进一步是一个比较重新成为增长引擎的话 今年传来我们基本上目标是见到5%以上的水平 我觉得今年应该可以达到这方面的增速 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找就业 去年12月城镇失业率5.5% 按月下跌0.2个百分点 全年计城镇新增就业12806万人 超额完成了1100万人的目标 而全国居民人均的收入大约是3.6万元人民币 实际增长2.9%和经济增长同步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报将会在下个月5日到6日访问中国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报道 布林肯将会在下个月访华 并且和外长秦刚会谈 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俄乌局势和中方核武库存等问题 布林肯也会推动重启两国部分暂停的双边合作 包括緝毒和军事对话等 布林肯的访华之旅被视为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1月印尼巴里会谈 拜登当时承诺和中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在北京外交部说欢迎布林肯访华 双方只是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也希望美方梳立正确的对话认知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 同中方相向而勤 不折不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最新消息 高铁香港段可供发售车票 明天开始由每日14000张加到2万张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财经消息 港股收市跌超过100点 恒指低开68点之后曾经倒升 但升势缺乏支持 最多跌过329点 美市跌幅略为收窄 被主要股东减持的药名生物跌6% 中人寿跌近4% 中国平安跌2% 信与光学继续有支持 股价重上100元 科网股就各别发展 京东集团和北道跌部分之一至二 阿里巴巴靠稳 发型起的中海油田服务 不升反跌 收市跌部分至三 恒生指数 收市跌21,577点 跌169点 总成交超过1,267亿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 跌11点 巴黎剂指数跌不够1点 德国DES指数跌13点 其他消息 英国共潮未有解决迹象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师 宣布2月和3月罢工7日 而护士工会也都宣布 下个月初再罢工2日 英国多个行业接连发起罢工 争取加新幅度追上通胀 当地最大的教育工会 英国教育联盟星期一宣布 超过9成参与公会投票的 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师 支持发起罢工 将在2月和3月一共罢工7日 第一日罢工将在2月1日进行 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 超过2万3千家学校 公会说 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谈判 教育大臣喬之难 将在这个星期稍后 和公会领袖会面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师 去年获加新5% 公会说 在通胀高企之下 实际上相当于减薪7% 而英国皇家护理学院也都宣布 如果到今个月底 谈判仍然未有进展 数以万计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护士 将在2月6日和7日再罢工两天 每日罢工12个小时 涉及73间英国国民保健署医院 期间将维持紧急服务 将会是目前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英国政府早前推出反罢工法案 星期一在夏议院二读通过 法案要求医疗卫生 教育等六个行业的公会 在罢工期间提供最低限度服务 否则罢工活动将被视为不合法 在野工党议员维亚兰说 该法案是提交夏议院的法案中 最占不住脚和愚蠢的 并且承诺工党将撤销反罢工法案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博道 尼博尔内陆客机聚位 再找到两个越难者围体 增加到最少70人死亡 还有两个人实中 两个飞行记录而找回 有航空专家估计 空难可能是客机失速导致 尼博尔首都加德门都 星期一晚有人点起蜡烛 悼念早一日在伯克拉空难中的死者 网上流传一条片段 指一个机上乘客在社交网站做直播 当时客机预备降落伯克拉国际基层 镜头突然开始摇晃 有乘客尖叫 跟着一声巨响 直播画面一度变黑 之后出现火光 印度传媒说个乘客是印度人 在空难中离难 当局继续在空难现场搜索 两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已经找回 当局说黑盒的外观没有受损 状况良好 相信有助分析空难的原因 有澳洲航空专家估计 空难可能是客机失速导致 以为机翼产生的声力突然减少 导致飞机急速下降 博克拉机场发言人说 技师在失事前曾经向控制塔要求更改降落跑道获批 目前不知道改跑道的原因 出事的ATR-72型号客机属于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 星期日早上由加德门都起飞 机上载有四个机组人员和68个乘客 包括两个BB和15个外国人 在准备降落伯克拉机场的时候坠毁 当时天气状况良好 当局星期一再找到两具遗体 令死亡人数增至70人 还有两人失踪 但相信他们生还机会渺茫 当局有检查全国大约20架ATR-72 和较小型号的ATR-42S客机 目前并未发现有技术问题 尼泊尔的航空安全一直被受关注 据当地民航局数据显示 自2000年至今大约360人死于航空事故 而当中至少165人是涉及今次邵氏客机 所属的尼泊尔雪人航空 以及旗下另一间航空公司 《无线电视记者》 廖淑尔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国监测新冠病毒 造成的超额死亡率 以全面了解感染个案急增带来的影响 中方早前说高度重视和世卫合作关系 也希望各方秉持科学客观立场 国家卫健委早前通报内地自公布新十条措施之后 通过分析显示 上个月8日至今个月12日期间 全国医疗机构一共录得59,938宗 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平均年龄是80.3岁 大部分是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 路透社就中国内地疫情向世界卫生组织提问 世卫回复说为了更加全面了解新冠疫情的影响 组织倡议监测超额死亡率 又或在医疗体系严重受限的感染个案飙升时期 这一点尤其重要 所谓超额死亡 即是直接或者间接 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死亡人数 和过往没有疫情大流行的预期死亡人数 对比相关差额 世卫说过 有些国家的报告都低估了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 超额死亡率被视为更加客观 根据可比性的衡量指标 可以同时顾及大流行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世卫有提到总干事谭德塞上星期六 和国家卫健委主任卖晓慧通电话之后 世卫和中方官员没有确定下次对话时间 但世卫会持续向中国合作 提供建议和支援 中国上个月底修改新冠死亡个案定义 即涵盖感染病毒引发的肺炎和呼吸衰竭致死 世卫认为这个定义过于狭窄 卫健委就强调中国现时新冠感染死亡判定标准 和世卫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判定标准基本一致 美国乔治城大学有法学教授就说 获得更加准确的死亡人数是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获得在中国流行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数据 这个才是全球关心的问题 母线电视记者朱绍林不良 李家超说希望最快今年之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高铁香港段可供发售车票明天是加到每日2万张 他报告布林肯下个月初访华 中博说双方只是就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大家好我是麦斯文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希望最快今年之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首次透露条例会针对防范间谍活动 偽装组织和新媒体新科技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手段 港区国安法规管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特区政府要按基本法23条要求 制行立法处理剩下的伴国 涉取机密等罪行 李家超接受商报专访的时候透露 保安局已经完成立法初稿 形容已经照顾到各种保安情况 但是经历过外国势力不断尝试干预香港事务 他觉得要稳妥防范 要真正想到最极端的情况 所以要求保安局草议第二稿 并且要求和律政司研究更多其他普通法国家的管理防范工作 希望今年内或者最迟明年完成工作 李家超说第二稿重点针对间谍活动 虚无缥缥手段产生的风险 他说很多新媒体新手段出现 要预计将来科技的发展填补从而引申出的流动 他提到很多外国代理人组织 在香港用其他名称偽装 例如机构或者研讨会想危去香港 他说部分这些组织已经被当局控告 或者自己删门离开 他解释如果有一道防火场 这类组织知道香港有防范措施 就会干脆不离香港 政府也曾经说要打击假新闻 李家超说要分为假讯息和危害国家安全两种 新闻界要留意有人借新闻宣扬政治目的 他形容港区国安法落实之后 媒体的专业有进步 但仍然有人借中筹之后走路或者洗黑钱 正是研究外国法律 李家超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 全面服尝永远是他的目标 希望全部限制今年都取消 他形容病毒很冷酷无情 防疫决策要务实和审视风险 不可以只是盲冲 要考虑对内地和国际的责任 短期内要看各项数据 包括本港医疗体系是否可以承受 他不想再出现去年年初第五波高峰时的情况 有信心今年第一季解决所有问题 至于香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实施超过一个星期 李家超认为安全、有罪和暢信 完全符合预期 至于什么时候第二阶段通关 他说自己都很心急 一定不会令市民失望 能够给多一点点惊喜 特区每天和内地政府接触 相信对方也希望尽快开启第二阶段 但考虑到和世界接轨 和符合香港本新抗疫措施 需要时间作出平衡 被问到需不需要仿后澳门 限制抗疫相关药物 例如是止痛退消药离境的数量 李家超说一向鼓励 尽量不轻易动用法律手段 无线电视记者蓝军瑞报导 至于新增新冠确诊中数 连续11日减少 回落到3000宗的水平 新增3843宗 本地占3744宗 输入有99宗 20间安务和赞浙院社 一共22个院有同一个员工业役 450间学校 情报756宗个案 本地病例中 发现多一宗XBB.1.5变异株个案 另外多46个患者离世 第五波疫情累计12,696人死亡 因应农历新年前高铁车飞供给应求 当局即日起到今月29日 可供发售车飞增加4000张 到每日14000张 不过部分日子去广州的车飞 已经卖了或只剩下后補车飞 当局再宣布明天起 增加到每日2万张车飞 高铁西九龙站早6点开门 因应农历新年前的车飞增加 站里面7点多已经有不少人排队 不过就算加了车飞 都未必须顺利买到 有市民发现自在售票机 和柜位的售票情况不一样 一时自在售票机显示没有票 而柜位就有 要买票就要两边走 现在那里买暂时没有票 即是那个 没开始 他说没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深圳北的票 现在去那边再看一下排队 不过了解这种情况有机会是由于临时增加可供出售的车飞 多个发售渠道未能够同步更新买票的情况 自至早10点 明天至22号大年初一 已前往广州的车飞最抢手 无论是内地12306还是港铁网站 都显示去广州的大部分班次只剩下后保车飞 年28和年29分别去广州南和广州东的班次已经受刑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尔报道 他了解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 撤回明天在国泰城集会的申请 不过发起后日案张工作 另外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 说因为日本限制 聚销2月一共118来往日本的航班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要求改善偏间新筹待遇等等 不过管理层未有按要求日内会面 决定星期四即是年28发起案张工作 国泰航空回应说一直和机舱服务员直接沟通 大部分被受关注的偏间安排 今个月的值勤监表已经解决 并会持续生效 国泰向顾客保证航班服务继续运作如常 无需担心 不过国泰又公布下个月3日到16日 50班机要取消 涉及东京城田、大阪关西、名古屋和福岗等航线 原因是日本政府限制每间航空公司 由香港往日本的班次 集团旗下廉航香港快运也同样受限 取消2月上半月一共60班日本航班 受影响的包括东京雨田、成田、大阪关西和沖繩的航班 网上就有快运员工群组贴文声称不少机租人员 拿了年底花红之后离职 所以不够人手支持营运 香港快运没有直接回应是否属实 只是说会继续跟有关当局紧密沟通 维持航班运作 尽量减少对旅客的影响 至于也有由香港飞往日本的香港航空 大湾区航空和日本航空未有航班调动 全日空今个月底更加恢复多三班往成田的班次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轩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据报会在下个月5号到6号访问中国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布林肯会在下个月访华 并和外长秦刚会谈 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俄污局势 和中方核武库存等的问题 布林肯亦都会推动重启两国部分暂停的双边合作 包括緝毒和军事对话等等 布林肯的访华之旅 被视为是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1月印尼巴里会谈 拜登当时承诺和中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北京外交部表示欢迎布林肯访华 双方只是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的对话认知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 同中方相向而勤 不折不扣落是两个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有此一站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港股中指四年升 收市跌169点 行指低开68点之后 曾经短暂倒升 但缺乏支持 午后最多跌近330点 收市跌169点 报现1,577点 成交1,267亿 大家也可能关注到 未来打合的时间 美国方面 一些公司业绩的表现 相信在个月公贸易分之下 港股也没有前途上 要再大升的机会 暂时不是太多了 有机会都为了大概 二万一千点的位置 可能先有些整股 方望股受压 京东和百度齐跌超过百分之一 若名生物主要股东减持套现 股价跌百分之六 是表现最差蓝丑 特报预期春节销程理想 全年收入增长可达双位数 股价收高百分之九 其他体育用品股跟随做好 澳门上季贵宾厅收入下跌五成六 博彩股有沽压 美高煤跌百分之四 永利和新豪跌百分之三 人行中期借贷便利 今个月增量较去年同期少 一众内险股受压 新华保险和中人售齐跌百分之三 金价回远 山东黄金跌百分之四 至今跌近百分之三 无线电视记者续继续报道 内地去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 和金额跌幅都是有纪录以来最大 国家统计局说 有信心房地产今年对经济的拖累 会比去年少 内地经济持续受疫情阴霾困扰 对楼市的影响都浮现 国家统计局公布 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按年跌一成 是1999年即是有纪录以来 首次录得年度跌幅 跌幅较头11个月扩大 但略低过预期 房屋新开工面积按年跌幅 扩大到超过三成九 商品房销售面积按年减少两成四 销售额跌两成六 跌幅都是有纪录以来最大 单继住宅的销售额和面积跌幅都较大 分别跌两成八和两成六 商品房代售面积去年年底增长超过一成 住宅代售面积增幅达到一成八 国家统计局说 楼市波动属于正常 承认行业对经济影响较大 有信心行业会逐步修复 回归房住不炒的属性 强调今年楼市对整体经济的拖累 会较去年试 所以我们判断 2023年房地产对整个经济的拖累 不会比2022年大 整个房地产还是一个资助的产业 从供给需求也都在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 房地产回归它的本位房住不炒 减少它的金融的属性 这样是一个新的健康的房地产市场 会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 会议要求要 答应施策 稳定房地产市场 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 合理调整限制措施 房贷首付比例 利率政策等等 高城都预计 内地政府未来几个月 会继续放宽楼市政策 但基于行业挑战大 以及中央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 高城维持对内房缓慢 和颠破地复苏的看法 无视电视记者陆子旗不道 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 是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而出生人口就是第一次跌破1000万 中国是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年底全国人口大约是14亿1100万人 比2021年底减少了85万人 全年只有956万名BB出生 首次跌破1000万 出生率是千分之6.77 而死亡人数增加27万 增加至1041万 死亡率千分之7.37 官方早前公布 由去年年底到现在 有近6万人染疫系医院身亡 在国统局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 去年12月的死亡人口 和前年同期有什么差异 国家统计局说暂时没有数据 对 那么十年期间呢 他是用的是抽样调查 就是这个方法 再加一些定向的人员的追踪 那么取得了一些参数 再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 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 那么在非普查年份 这个我们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0点 是每年的11月1号的零点 所以你刚才想需要的这个数据呢 我这里暂时还没有 中国人口学会认为 现时是生育主导营负增长 有别于历史上多次的死亡主导营负增长 解决难度更加大 又说近年生育率持续低迷 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 比原先预计的提早了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道 入境处推出提示服务 提醒证件到期要续证 入境处举行联结记者会 公务已经登记至方便的市民 明天可以经入境处应用程式 网站等等的入境处提提你服务 会有市民护照到期前7个月 和到期当日发信式提示要办理续证 而此学生或工作签证入境香港人士 就会在签证到期前4个星期收到提示 以至于上月底推行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入境处已经收到超过6200份申请 批出了4000多宗 另外入境处张军澳新总部大楼 今年第三季落成 湾仔总部的项服务会分阶段迁移 12港人案其中一个被告 喬影鱼被控管有有诈品 和妨碍司法公证等四项罪名 在区域法院提堂 辩方透露被告正在申请法管 申请押后到3月14日再讯 获法官批准 被告没有申请保释 还押 呈教署看管 35岁的喬影鱼被控在2020年 在旺角一个单位明知而本有保管或控制爆炸品 俗称是喉管炸弹 和制造冲着爆炎性炸弱的网球 并联同其他人逃离香港司法管核区 妨碍司法公证 他早前在内地判囚两年 服刑之后移交香港 越南国家主席阳春福辞职 越汤蛇报道 越共第13届中央委员会会议 根据党同国家现行规定 考虑到阳春福国人议员 同意他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共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越南国家主席 博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并退休 报道说 阳春福在领导和指导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作出巨大的努力 最得重要成果 但是包括两个副总理和三个部长 在内多个官员违规 造成非常严重后果 他要负起政治责任 报道说阳春福深刻意识到 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提出辞职 68岁的阳春福2016到21年出任越南总理 之后担任国家主席 任期原本到2026年 报道没有提到接任人选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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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